大家好 很榮幸被這個佛教青年協會佛青 邀請到過來這裡和大家一起分享佛法 這個是我第二次講佛陀傳 已經是我第二次了 都是同一份稿來的 因為我比較懶 都是去年那份稿來的 不過沒所謂 我想這裡有很多新人 請問誰是新人來的 有多少位 OK 那我不用怕了 不怕你們聽到悶了 OK 那都很多人 這裡沒想過這麼多人 都有點緊張的 不要緊 今天準備充足 那我就盡我的努力 將這個佛陀傳 很簡單 很簡略地去介紹給大家 那其實為什麼說很簡單 很簡略呢 那其實這幅經 你真的講七七四十九日都講不完 為什麼呢 因為佛陀一生的時間去經歷的事情 你怎麼可能在兩堂書三個小時去講完呢 這個不實際的 亦都不可能的 那所以這兩堂書呢 我只會是講一些重點 和裡面一些相關的法義理 去引起這個故事 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想講一下我的期望 一些希望 希望就是希望 現實就是現實 我知道的 但是現實和希望是有差距 這個我清楚 但是我也想講一下我的希望 那我希望大家呢 其實不是為了上課而來上課的 是為了追求一條更加快樂的路 一條離苦解脫的路而來的 學了是想著拿來用的 老實講 人生無常 那我在這裡講這麼多 我又不是一個娛樂大家的一個演講者 我是一個法師 修行的 那是沒有意義的 如果我講太多 還有大家不拿來用 那所以呢 我也不想費心太多 如果大家不是拿來用的話 那大家在世間已經夠了苦的 很多概念 那還要在這裡聽我說這麼多概念 增加這麼多壓力 那記不記得 可能你聽完之後 水過阿輩忘記了 因為沒有用的 那如果你學了拿來用 那你就會記得了 那學以致用 那聽太多 就 如果是沒有拿來用呢 反而是有害的 那如果你學以致用呢 那是你一路學的話 你的知見雖然聽了很多 但是你會越來越精準的 那樣東西 那反而是這樣才能達到那個目的 那上課是增加知識 那增加知識有沒有用呢 很有用的 它是一個基礎來的 那我們才能達到修行 觀賞 去做種種的禅修 種種的東西 那但是 上課是增加知識 這個是一樣東西 但是解脫煩惱呢 是放下的 而不是增加的 那所以兩者 有沒有差別 有差別 有差別 很大的差別 那態度會不會一樣呢 你覺得 其實是不會一樣的 為什麼呢 如果你是為了誠佛 而去聽書 如果你是為了誠佛 而去聽書 那如果我覺得 說得不清楚 那你會怎麼樣 不安 你會覺得不舒服 如果我延遲前後矛盾的話 我一時是說東 一時是說西 那你一定會發問的 那就好像一個人去迷路一樣 他當失了路 難得呢 他就在路上 見到一個警察 阿sir 那他就拿著地圖 走去問阿sir 我怎樣才可以回到家 阿sir就說 你轉左走 但是你看到左邊沒有路 之後你應該看到 什麼地標的 但是地圖上沒有 那你就會很自然地去問阿sir 咦 剛才那裡有些不清晰 可不可以再解釋一下 究竟那條路應該怎樣走 那阿sir就說 是呀是呀 之前那裡是沒有路的 但是現在有一條碟 有一條橋 所以就有路了 那立刻當場會怎樣 會安心 那所以 原來那條路是 你知道原來那條路是這樣走的 因為你不只是增加知識 地圖越多是沒有作用的 最重要其實就是懂得走 我們說多聞 我們有很多人要多聞 是吧 大家都聽到多聞 有沒有聽過多聞這個字 聽過 多聞其實就是 你要聽很多 要多聽聞佛法 但是在多聞 在佛法來講 多聞這個字其實 我們說三種智慧 文思修 文就是多聞 就是思維 就是再去修 其實多聞是一種智慧來的 多聞那種智慧 它不是代表知識的增加 我剛才講的 地圖越多 再容大 最重要是懂得走 多聞講的那一份 是修行上 應該要知道的技巧和抉擇 你什麼時候應該怎樣去轉彎 你什麼時候 碰到什麼 你應該怎樣去觀賞 我們精進的力量開始低了 就是我們要怎樣去培養信心 之後才會善法育 才會精進 所有的東西都是有因緣和合的條件 同樣地 我們這次講佛陀傳 我都不是為了講佛陀傳 而講佛陀傳 講不完 無所謂 因為我們無可能講得完 但是最重要 就是令到大家明白 當中那份精神 是為了了解佛 學習和佛相應 而去講佛陀傳 這個就是我們這兩堂書的最大目的 和佛相應 了解佛 誤入佛的知見 這個是最大的目的 了解一個歷史人物 我們可以講很多很多他的事跡 他的成就 種種 他做過的事情 但是未必能夠 可以跟他相應 愛迪生 發明電燈 他做過很多事情 很偉大 我們知道了 又如何呢 那我們有沒有愛迪生那麼聰明 沒有 原裝法師為例 他魂法離身 他其實已經完全沒有問題 原裝法師他在古代的時候 他在中國 他魂法離身 是國師來的 一國之師 是有千千萬萬的信眾 學生維護的 當所有人覺得他很棒 光宗耀祖的時候 原裝法師其實是選擇去印度取經的 是因為其實他自己才知道 是他自己才知道自己的修學 自己的修訂 其實是未通達的 他還未圓滿 他很誠實地去面對自己的煩惱 他才去印度找這個 梅那菩薩所說的 瑜伽施耶倫 一百卷 就是這個 很老實地面對自己的心 那一份熱誠 我們旁人 其實 看完原裝傳 我們可以相應多少呢 我們可以去學的 我們只能夠在旁邊 很厲害 很厲害 其實我們一樣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們學佛就是要跟佛相應 學佛所做的事 心心相仁 見言思齊 有同樣的心 有同樣的見解 我們就可以做到同樣的事了 那為什麼我們見不到佛呢 佛叫我們做的事 我們很多時候一樣都沒有做的 佛叫我們不要做的事 有很多時候都做完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沒有辦法見到佛了 沒有份見到佛了 我們怎樣才可以跟佛相應呢 我們不是說 見到佛陀的顏色 聽到佛陀的聲音 那我們就算見到佛的 我們其實是 見不到真正的佛 因為色相陰星 我們都說是虛幻的 你見不到真正的佛 那佛有一次呢 他就拿著一枝稻草 他就對著一群比丘講 他就說 見完起則見法 見法則見如來 如來就是佛 那為什麼呢 如來明明就在眼前 那為什麼要見完起 見法才見到如來呢 就是好像我現在 拿著一枝筆在大家面前 那我就說 你見完這枝筆 才見到佛陀 那你這樣見到的佛陀 其實就是一位 年輕人 一個外相 一個年輕人 或者有些好像 咳咳 又咳 病病的 感冒味清 那你是 未必見到真正的佛陀 是什麼 我的內容 你就未必可以見到 因為你只見到我的表相 你根本不知道我是誰 你沒有辦法和我相認 那所以你不叫做見到我 那你要真正的見佛呢 你就要徹底明白佛的內容 那所以你要去修行 嘗試和佛相認 那只有佛 才可以完全和佛相認 佛是佛的另外一個呈現來的 那所以佛的行為 有沒有不愈法 佛的行為沒有不愈法 因為它和法完全相認 那我們看佛陀傳呢 就是去看佛陀的行為 我們每明白多一份法性呢 我們就見多一份佛 那我們要完全明白了所有的法 我們要見到完全的佛呢 那我們一定要成佛才做得到 那所以我希望講佛陀傳的同事呢 可以將法的味道帶出來 法味可以出來呢 那真佛就可以在此處現全身了 這個就是那個道理 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正式講解我們的佛陀傳了 那佛陀傳的開端呢 就是由這個菩薩下身開始講的 菩薩在哪裏來的 菩薩在兜率天那裏下來的 那當時呢 就是釋迦利佛的前身 他叫做護命菩薩 那護命菩薩他叫做一身寶柱菩薩 那什麼叫一身寶柱呢 就是還有一旗的生命呢 他就補上佛位了 他就可以成佛了 那所謂叫做一身寶柱 那他由兜率天 在這個肉界的一層天 那裏下身來人間成佛的 那經文就說 以時菩薩在兜率天公 將肉下身 先以五時觀察世間 雲何為五 那菩薩呢 他就想在兜率天那裏下身人間了 那他不是就這樣下身就下身的 不是我喜歡就下身的 他要看恩緣和合的 那看什麼恩緣呢 他有五種 一觀遠祖 看看自己的歷代祖師 二觀時節 看看什麼時辰啊 八字啊 所有東西 三觀方國 看看其他四方周圍的國家是怎樣 是不是在打仗 四觀近族 看看自己是什麼族 釋迦族 五觀母親的姓名 看看自己的血統是如何 那這段經文呢 是出自這個 異政法師 液的 金本書 一切有一部 必初來疲來的律報那裏出來 律狀那裏出來 那裏出來 那裏 那裏有一本大神經 叫做佛本行集經 就有五時 另外有少少不一樣 但都是五時 那我都比較想用這個 我覺得比較順一點 那裏面的五時就是 就是時間啦 地點啦 國家 家庭 和父母的 那大家都知道啦 佛教是講因緣和合的 那有好的因 配合好的條件呢 事情就會比較容易成功的 因緣 緣就是條件 有一個因 和一個很多很好的條件 那所以 那些東西就會成功 是否有編排呢 是有編排的 佛陀祂的出身呢 是需要編排的 因為菩薩有神通力 種種的福德之良俱足 那所以 他是有編排 不是沒有編排 那這些編排 是為了什麼呢 背後的目的呢 只有一個而已 就是為了 利益最多的眾生 和令佛法可以 久住在這個世間 其實就好像 一個放煙花的譬如 那些煙花很貴的嘛 那走眼地都好 很多晚這樣 那我們 不會選 在凌晨兩三點的時候 每個人都睡了 沒有人看到 那你去放煙花 那我們又不會選 在懸崖下面放下去 在座山後面 那些人看不到 那你當然會選 在天氣好 過時過節 大家吃完飯 出來散步的時候 睡 在座山最高處 或者在海中央呢 放煙花 那影響力呢 才會最大 最多人看到的 那些煙花很貴 所以就譬如佛陀 其實很難 才可以出現於世的 一個這麼清淨的人 是八千萬劫難遭遇的 我們經常開經濟 都有說 那我們不會在凌晨時 睡放煙花呢 就是你 不會在那些人 睡覺的時候 放煙花呢 就是這個譬如佛陀 就是不會在恐龍時代 冰河時期那裡 下生人間的 因為那些人 個個睡覺 沒有覺醒 他們沒有條件開誤 人類的腦 其實未發達到這個程度 那所謂說法 就好像對牛彈琴一樣 那些人是不會開誤的 那你放煙花 不會對著懸崖那裡射下去呢 就好比佛陀 不會在四聖種族 大家都知道 印度有四聖種族 那有階級的 你不會在階級最低的 搜陀螺種那裡出生 因為你的影響是很有限 你所有 你在那裡一直被社會欺壓 所有被你高等級的 婆羅門種 其實是沒有辦法 不會聽你說話 那你改變不了這個社會 你又沒有辦法接引 所有的人 那所以佛陀不會在這個時候出生 那他們 一些機會都不會給你 他看不起你 你會在天氣好 和過時過節 大家出來的時候 散步的時候 去放這個煙花 那社會如果有很好的 修行的氣氛 那大家都準備去追求真理 那在他們最需要佛法光明的時候 那菩薩才會下身的 還有是 在社會階層裡面的最高處 貴為王族 眾人的目光之下 出生 出家 修行成分 那就好像 在座山的最高處那裡 在海中央那裡防焰化 那最多人得到利益 那所以護明菩薩呢 就是釋迦佛的前身 去選擇在什麼時候出生 什麼地點 怎樣出生 是很重要的 那第一時間 我們看一下 五事裡面第一樣時間 那菩薩究竟是選擇在什麼時候出生的呢 那在《阿比達摩論》裡面 《阿比達摩論》就是一些阿羅漢所寫的論 那它裡面就分析過時間這件事 那其實有沒有一件事叫做真正的時間呢 真正的時間 獨立的 存在的 有沒有一件事真正的時間 沒有的 其實找不到真正的時間這件事 那時間其實就是基於事情 事件的發生的過程 由一點去到另外一點 而安立出來的概念 那譬如我在這裡 那個數拍子 那我們可能稱之為一秒 用秒數、分鐘 就是去建立幾個小時 幾多日、禮拜、一年 那樣 那至到幾多個世紀 那所以它的出現呢 是靠什麼而生的 時間的出現 它是靠事件的發生而生的 就好像我剛才在那裡數拍子 然後滴彈,滴彈,滴彈 或者那個鐘上面 那這東西在滴彈,滴彈,滴彈有動 或者我跟大家講經的每一個字 或我覺得阿數aiah回到 NC園 任何一件事情的肯定 就会生起过去 现在 未来 这个就是时间的概念 所以没有事情是不会有时间 有事情才有时间的概念 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 菩萨什么时候出世 重点不是什么年 什么月 多少日 第几日 不是时辰八字 重点应该是放在当时印度 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动 有些什么事情 其实正在发生着 而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 菩萨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出世 所以我们是看事情 第一 当时印度 其实就出现了很多很多听修行人 他们很多都是善心很深厚 有些是成就禅定的爱道 有些打着可以入定 初禅乃至到非常非常处定 稍后会解释什么叫非常非常 他们都入到的 乃至到有些是有神通力的 飞来飞去的 有天眼通 天意通 他心通 知道别人想什么 宿命通 知道前世是什么 神足通 种种很厉害的神通 非恨自在的先人 全部都有 这个时期其实是修行人成就的时期 是出生了很多修行人 是聚足修行人的时期 但是知道苦恨外道 他自己在那里晒在太阳下面晒 用种种的去不吃东西 来捱饿去修行 很多很多这些这样的苦恨外道 其实是出现了的 所以是修行人成就的时期 第二点呢 就是在印度当时呢 人民的思维其实是极为发达的 去到一个位置 其实他们很多抽象的概念 都可以建立起出来 那市面上 其实就出现了很多五花八门的论说 因为大家其实是受着这个社会的欺压 所谓婆罗门种的欺压 那他们是很想建立 另外一套宇宙人生的真理 一套世界观 一套人生观 那譬如有唯物论 唯心论 一元论 多元论 很多很多自然论 断末论 永恒论 苦恨外道 刚才说了 有人拜地水火风 六思外道 有六十四种很多偏见 那大家呢 其实很多都有追求真理的心的 差就差在 当时没有真理 没有正法的出现 那所以其实是 具足探求真理的人的 OK 这个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们说世间没有苦呢 佛法是会衰败的 而当时这个印度客观条件 其实是苦的 是很明显的 这个苦这个情况 那印度的社会的框架呢 就是由这个四性种族去支撑住的 现在也是 导致到所有的东西 其实是走向一个极端的 那其实就是令到所有东西不平衡的最大因素 就是这个四性种族 那四性种族是什么呢 它分别就是有四个 婆罗门种 撒帝利种 废舍和守陀罗 那先讲婆罗门 那婆罗门 那婆罗门种呢 其实它是在社会里面地位最高的 中文叫做祭司 做些祭祀啊 祈祷啊 所有东西 那他们的工作呢 就是被大家认为是掌管神权 是可以和神沟通的 只有他才可以的 那所以他们在印度呢 他们的权力是视为和神一样的 很厉害的 真是万能的 那他们说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了 那他们有这个垄断教育制度的能力 他们会占卜和服 做种种的祭祀 婆罗门种 他不用交税的 因为他们每日诚心的修行呢 已经大家承认了他还清了所有债务了 所以他不用交税的 还有你不可以判这个婆罗门种死刑 看佛 因为婆罗门种是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 还有印度人相信 如果赠送土地给婆罗门呢 那就可以解除自身一切的罪业 一切的罪业的 那所以婆罗门种呢 其实是佔有很多很多土地的 因为很多人有很多罪业 那就给了他了 那其实这些就很明显 就是这些婆罗门种 特意弄出来 令到自己可以得到利益的一个制度 那所有人都有罪业的嘛 那你给多些土地我 那就可以清洗你的罪业了 对你也好 对我也好 那所以婆罗门种呢 就是好像这样 横行无忌 在印度打横来走 做什么都可以 而且做所有事情呢 他们不会坏自己的意愿的 是说这个是神讲的 神的意愿 我才可以跟神沟通的 那所以所有东西都是神的意愿 那所有人都没办法反抗了 那所有人都没办法反抗了 因为他们不知道神是说什么的 他们都接触不了神 那所以他们是拥有绝对的权力的 那所以他们是拥有绝对的权力的 那除了制制之外呢 那婆罗门种呢 他还是宫廷文士 星相学家 数学家 科学家 教师 以及公务员 这个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呢 婆罗门种其实就是 占这个印度政府的职位 大概是百分之七十五的 大部分都是他们的了 那所以他们是被给予最好的教育和机会的 那而最麻烦的一件事呢 就是你一出生是婆罗门种呢 你这一世你都是婆罗门种的了 而你的后代全部都是婆罗门种了 没办法downgrade你这个人的 无论你做了什么 又不可以判你死刑 那是很麻烦的 那如果你不是婆罗门种呢 那就很不幸的 你就没办法成为这个婆罗门种了 如果你是守陀罗呢 那就bad luck了 就是你下一世才可以进升了 如果你还在印度的话 那这个就是在起跑线上定赢输的制度 那连跑都不用跑的 那这样呢 在这个制度之下 就没有人积极向上 所以大多数的人呢 低层的人员都是很自卑 绝望和充满仇恨的 那其实 曾经印度历史呢 很多推翻整个王族那些呢 都是守陀罗来的 因为他们很多人 他们占这个印度的50% 那所以他们一打仗 之后就掃隆了他们 就是由自己变成婆罗门这样的 那所以是很悲惨的 是很苦下的 那印度 现在讲第二个贵族 就是沙迪利种 那沙迪利种呢 就是武士阶级 也是王族 那沙迪利是拥有权威去统治人民的 那他们从事军事啦 所有军队啦 那他们又有另外一个名字 就叫土地主 国家所有的财保啊土地啊 都是他们的私有品来的 他们自己拥有的 那人民呢 的功能就是为了服务他们 而出身的一个劳工 那王者的权威呢 在印度除了 人民自己犯罪之外呢 那他们其实想杀哪个 就杀哪个了 那有一次波斯力王 一个佛陀的朋友 佛陀的弟子 就是因为觉得有人对自己 没礼貌 没问信 没思考 那他就动了一个杀念 那就叫杀手去杀了他 那但是对方是龙神来的 对方是不知道人类那些 那些习俗啊 要问信啊 那些规矩 那所以没办法杀到他 那最后就激怒了龙王 那所以这个沙迪利种 他的权力呢 是可以这么离谱的 是不需要任何理由呢 都可以奪到别人的生命的 那第三个阶级呢 就叫做废舍 他属于平民 農民或者商人 他们都是长期被这个强权欺压的一个阶级来的 虽然可以很有钱 很富有 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力的 他们不可以做任何那些政治的开会啊 所有事情 打不打仗 这些没办法决定的 那他们是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的 甚至乎 那接下来呢 要讲就是最后一个阶级 那叫做守陀罗 刚才说到 就是奴隶 那他们的人口 其实就是佔印度的百分之五十 最多的 地位也是最低的 原因就是他们是 古印度 以前 打仗输了那帮人来的 就是叫做阿里安拿族 阿里安拿族统治时 而战败打输了的后代 那他们有个名字 就叫做 达薩华尔拿 是的 这些都是繁文来的 那他们呢 没有特权不得止 那他们还是不受这个国家的法律 那他们就是从事一些被人认为是低赤的工作 那他们主要就是从事一些被人认为是低赤的工作 那他们主要就是从事一些被人认为是低赤的工作 比如农业 都是最低赤的 因为国家不容许他们有晋升的机会 那受到婆罗门教的洗脑教育 整个社会呢都公认这个守陀罗的出现呢 是出现在人间 就是唯一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服务大众而已 他是奴隶来的 他是一种最下赤的人 那这个又是 将这个不平等的东西合理化 那在婆罗门的经书里面呢 是出了他们的经书 那他就有一本叫《摩奴法典》 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他说初生的人就是在原住民 原住民就是守陀罗 那假若他们以马力的语言呢 侮辱再生的人 就是印度现在那些人 四圣种族的那三种 上面那三种 那他就可以断他的舌头 假若他们再生的 举再生的人的名呢 或者性来侮辱呢 那就应该用这个烧红的热针呢 就插入他的口了 那假若婆罗门的指示 他不接受呢 那就可以用热油呢 灌入他的耳朵那里 或者他的口那里 那所以 这个是 就是大家 整个社会气氛 是不太好的 是很专顺这个暴力的 大家都觉得OK的 成为一个共识的 是很悲惨的 所以佛陀才要在这个时候下身 来改缘这些不平等的状况 那第四点 最下一点 我们刚才讲到 关于佛陀 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候下身呢 就是关乎于开悟和魂法的问题了 解释完四性种族 讲回那个 为什么下身呢 那第一 就是因为当时印度呢 其实是未曾发明文字的 没有文字这个东西 只有语言 但未有文字 那所以当时人民呢 其实是没有我们 那么多概念在脑里面的 还有大家都很多时间 又没有什么玩 好像我们 不像我们那么忙 那么多东西玩的 那所以他们是没有娱乐 譬如一个电脑 他们的CPU呢 是跟我们差不多 但是要处理的东西 就很少很少 少我们很多 一个妄想可能 一天里面 打一点点妄想 那就没有了 做回自己应该做的事 那如果一个人 妄想少 能够专注 也是有一个清明的脑的时候呢 那是比较容易开悟的 比较容易明白佛法的 那就好像五比丘那样 佛陀初转法轮第一次说法 就是道五比丘嘛 那他们呢 是从来没有听过佛法的 我们听那么多佛法呢 我们是多过他们很多很多的 他们不用 不需要听那么多佛法 他只是一直说 佛陀只用了一餐饭的时间 去讲这个 这个负责灭道 那他们已经可以断进烦恼性阿罗汉了 那因为当时的人 他脏到因缘少 他脏外很少 那所以佛陀就选择在这个时候出世 第二就是 在佛灭后呢 经典的传承 就是由这些 记忆力超强 老袋 特別清明的人呢 以念诵的方式来传承下去 他们记忆力是怎样强呢 现在都还有的 有一些是可以背藏的 背这个藏经的 他可以不停地背 不停地背 就这样背出来 他不用稿的 不像我这样的 那就是三天三夜 都是在不停地背的 那他是完全不需要任何的协助之下 是可以将这个南传的大藏经背出来的 所以他们记忆力是超强的 那到了公元三世纪 公元前三世纪 这个印度就开始出现最早期的文字 那就是巴利文 而这个佛教背诵三藏的真人呢 就可以说得及 将这个思想记录下来成为文字 那就出现了最早期的巴利文佛经 那接着下来呢 就要讲菩萨所选择的地点和国家 那很简略地提供一些资料给大家 那释迦迷佛就是在加皮罗维城入胎的 加皮罗维城呢 就是连同释迦族十几个小城邦 位于印度和尼泊尔的交界 那刚刚就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脚那里了 那由于国王正泛王呢 就是大家公认智慧最高 得幸最好 去政治修明 去英明神武 那所以加皮罗维城呢 就封了这个 加皮罗维城的城主 正泛王呢 为这个大王的 那就成为这个 加皮罗维国了 那其实是由很多很多个城呢 来合在一起的 那所以 加皮罗维国当时呢 其实就是一个 比较强大的国家来的 那佛的家族呢 再说佛陀的家族呢 是四圣种族里面的撒帝利种 佛陀不是最高佛罗维门种 佛陀是撒帝利种王族来的 那父亲就是正泛王 加皮罗维国的国主 那而母亲呢 母亲呢 就是摩耶夫人 就是加皮罗维国 加皮罗维城隔离呢 就是拒利成 善国大王 成主的公主 那她是摩耶夫人 那正泛王的祖先呢 其实连续六代都是王来的 那第七代就是正泛王 那连同正泛王呢 同期呢 都有几个国王的 那他们 他们的名字都很搞笑的 他们是三兄弟 分别就是 八泛王 九泛王 和金露泛王 那这些是印度人 他不知道我们 真的喜欢吃饭 那在佛陀下身的时候呢 他的名字就叫做 释达多 再加名叫释达多 那释达多太子呢 当时就有好几个堂弟 兄弟 就包括阿兰陀 阿兰陀就是佛陀的侍者 调达 就是提婆达多 推架石下去 打算杀佛那个 还有不提 摩康南 就是后来释迦族的王 亦都是之前五比丘之一 来的 还有阿兰陀 天眼第一的尊者 婆娑和不提 这些是他整个大家族 那佛陀 这个护名菩萨 用五时观察世间之后 他见到时机成熟 那他就在夜晚 入这个摩耶夫 就是趁这个摩耶夫人睡觉的时候 那他就入胎了 摩耶夫人睡觉的时候 菩萨才入胎的 那当时呢 欲界的所有天人 所有天上面的一些众生 天使 什么都好 四天王天 三十三天 兜率天 野摩天 他化智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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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魔王 六玉天 都来到夫人那里 那里 就和夫人 因为菩萨下来 就帮夫人的肚子 灑淨 清洁 那当时呢 那当时呢 摩耶夫人呢 就见到一只 口子 担着白色莲花 的一只 绿牙大象呢 那就由他的 悠蝎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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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了他的身体 那当二之时 菩萨一入胎 那大地就 地震了 六种震动了 一切世间 大光普照 那这些碎相呢 就是有原因的 就是因为菩萨 他的慈悲 他的慈的善根力 在无量益劫 那么分修 那不可思议的 广大福德 他一个超厉 福德是整个世界最厉害的 那个 跌了下来 那就地震了 OK 那佛话呢 凡地震呢 是有八种恩怨可以引起的 在这里讲一下 阿爱华 那经文里面有讲 扶地在水上 那地呢 就在水 水上面 那水 那水 止于风 这个水呢 这个水呢 就是依止风 就是整个大环境的 动 风 止于空 空 就是 说的 去那个空间 整个大环境 空中大风起时 有时会自起 则大水妖 那么水就会动了 那大水妖 则抱地动 笑为一也 那么其实 这个就是 佛经讲 怎样会地震呢 就是要讲地水火风 那么其实 嗯 在俄罗斯 和日本 有些科学家呢 都是 最近才发 去看到 其实 地震呢 因为我们现在都 没有办法去 很确定地地震 是怎样去发生 什么时候发生 那么地震之前呢 其实他 找到 俄罗斯 和日本的科学家 在大气层上面呢 是会有 一些变动的 那么我觉得 这个都 和佛经是有点 相似的 因为佛台说 是由空 之后 就动个风 风之后 就动个水 水才动个地 那么才会地震 那么这个 可以作为参考 因为始终都是佛讲的 那么又或者 有第二种了 第二种因缘 就是一个得道的比丘 比丘尼 及天人大臣 得道就开了五了 就像阿罗汉 或者已经成为初果圣人 修神通 圆满 那么他们观水性多 地性少 其实他想试下自己的神通力 那么地就会震了 那么其实在高真传都有的 那么曾经就是有一些 很厉害的比丘尼 那么他就入这个 很深的庭 古代中国的比丘尼 是很厉害的 那么他会动 试一试 水性多 地性少 那么之后就自然震动 那么这个是第二个因缘 那么第三呢 就是菩萨 从兜率天 下身人间 就是现在这个情况 刚神入胎时 就会大地震动了 那么第四呢 就是之后那些 之后会怎么震动 就是菩萨出世的时候 出世又会震 第五 就是菩萨刚刚成佛的时候 第六 转法论的时候 讲经说法 他一转法论 那其实就会 初转法论 出现什么呢 三宝出现于世 有佛陀 有法 有真人 三宝一出现于世 又会地震了 那么第七呢 就是佛陀 决定写受 入涅槃 佛陀不在这个世间 他决定走了 那又会地震 因为世间 所以这个是八种地震的恩怨 那菩萨入胎之后呢 他就安住在这个正念正知的境界 因为菩萨是无事无刻 都是收着正念的 那夫人呢 因为菩萨的大威得力 你平时见到老和尚啊 怎么样 其实你都会 有一种涉力在这儿 可以影响其他人 那佛都是一样 那他一入胎呢 那其实是有一种 很大的慈祥 或者业力 大威得力 慈悲的力量 那其实是可以令到周边的人 所有的感受都不一样 那夫人会怎样呢 夫人就突然之间受到大快乐 那只要能够捨棄 世间一切的欲乐 一般人没办法捨棄 世间一切的欲乐 但是持住这个佛陀 去下身 就是入了他的圖 那他的大威得力 竟然可以捨棄一切世间的欲乐 那譬如世间一个人呢 他得到一样东西 是比之前拥有的更好呢 那他就会贪身忘救 捨此执皮 那你要一个人去放下 其实是不难的 你只要去看到更好的 更值得去执住的 那他就自然会将之前那样东西 不圆满那样东西放下 好像你玩大富翁 那你有多少钱又如何呢 那我给你了五百元 那你就会将所有的假的那些币 放下了 你会立即放得下 为什么呢 因为你信得过我那五百元的价值 是毫不犹豫的 那同样地 我们的贪真痴 我叫大家放下 为什么有时候会这么难呢 因为我们未看到 值得你去放弃 你现在所爱的那份值得 那有时候我们念佛的时候 我们会打妄想 那我们带数银子的时候呢 我们永远可以一生不乱的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这个是价值的问题 我们黄金铺地 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念佛 可以去极乐世界的 极乐世界是黄金铺地的嘛 但是我们不要 我们要家里的仁值 那这个就是价值观 如果你真的有这个 对极乐世界真正的信心 你见过极乐世界 你真的很想去的 那你就由早到晚都在那里念佛 那你就不用仁值了 OK 那其实有多少人是认为 在这里听经 是胜过世间的种种价值的呢 有多少人是认为这样的呢 有没有人这样认为 OK 一个 多谢 那如果呢 有人在外面是给你一千元的 那你会不会出去 大家肯定出去啦 就是刚才只有一个而已 那你一定会出去的 会不会出去一千元 有人在外面给你一千元 不出去 OK 嗯 兩千元 一万元 你拿完就回来了嘛 没什么的啦 簽收啊 包裹啊 有整袋钱在这里 是不是你啊 哪个哪个 你出去拿完之后回来了嘛 OK的嘛 我不会怪你的嘛 那其实 你可以看到你的道心 是值多少钱 如果你是一直说 你这个过半钟 你可以得到一些佛法的义利啊 可以减轻你的烦恼啊 那你出了去 可能就miss了 那就没了了 那所以要 看下你那个道心 对求道这个东西 断繁到这个东西 在你心的地位是几高的 那所以佛法真 佛法其实是很实际的 你要放下 就先要有具足放下的恩怨条件 那为什么菩萨 他们可以写身 写身为我苦啊 国欲为婴啊 为什么可以做得到呢 其实他不是被人逼的 他是觉得值得他才去做 他是心甘情愿 他是捨弃一期的生命 而换来未来成佛的恩 这些是智慧来的 因为他这样的抉择 他是聚足了 这样去放下 他根本就不觉得是什么 他对这个生命 他已经是完全专注在佛道 所以他才可以成为佛 那夫人当时呢 就是因为菩萨入胎 就得到这种很大的快乐 捨弃一切欲望 就聚足了放下 其他欲望的恩怨条件 那麽耶夫人醒了 因为刚才说是睡觉了 入胎 那又醒了 那又将这件事呢 就告诉这个静泛王听 那他就啊 好难得啊 好稀有啊 那有没有人可以帮我解梦呢 那当二之时呢 这个时候呢 正泛王就聘了八个 婆罗门教里面呢 最劲的大战梦师 战卜梦相的一些老师 那去入宫 那他们就根据自己的 教系里面的经典记载 那就论议开会 之后就得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解众来的 那他就说了 就是 若无人梦见 若一个人类的母亲 发梦见到 八丈入有协 八丈入有协 毗无所生子 那个人类的母亲所生的儿子呢 三界无极尊 就是这个世界呢 它分为三个层次 欲界、色界、母色界、三界 三界就是最尊贵了 能利诸众生 怨亲息平等 那他可以利益很多众生 怨亲平等 他不喜欢他的 喜欢他的 他都是个心平等的 无障碍的 他不会喜欢这个 不喜欢那个 倒脱千万众 于心烦恼海 那他都是很准的 这八个之梦师 他可以占卜到这个孩子 一出生 其实就会惩罚 他导一切众生 那意思就是 这个摩耶夫人呢 就会生一个圣人出来 后来呢 就一定 必定会圣佛 那这个就是一个天大的喜训 那大王听到自己 就即将成为爸爸 那就是其实很开心的 因为自己其实 那时候呢 正范大王已经五十岁了 五十岁都没有生子 没有子女 那所以呢 他陀着一个圣者 还有一个天大的喜训 那就非常之雍若欢喜了 那大王就在这个 家庭来城之外呢 他就广设布施供养 那就摆了很多东西 就叫很多人来拿 那就是 原因就是因为太子出生了 那有这个饮食啊 衣物啊 床啊 那知道那些屋宅啊 像马牛羊啊 车城啊 所有应有尽有的 什么都有的 那很快 夫人怀孕的消息呢 就传遍整个国家了 因为大家都很随喜 夫人的怀孕啦 这件事啦 还有因为 有东西拿 有好处啊 那样 那大家都很开心了 整个国家都抱天同兴了 那这个大王都很懂得做的 那夫人呢 怀胎的情况呢 根据星雲大师所著的佛陀传 大家应该会拿到那本书啦 那夫人呢 就是变得和其他女人呢 简直就是两回事来的 夫人每日就很安长 很安乐地去过日子 就是她整个生日很放松的 没有迫巴 没有任何压力的 去到任何环境 她的心中呢 因为远离了一切的幽露 所有的幽仇呢 都沾沾不到她的心 那知道她贪欲啊 亲恨啊 还有那些虚异的心呢 就好像完全熄灭了一样 在夫人里面呢 找不到这些心的 看到这个 啊 完全不一样 像个圣人那样 那便变得 不喜欢一些很吵的地方 那便只是想在那些很悠静的 山林河慈那里呢 那天就在那里 经行啊 散步啊 那样 那根据佛本行习经 和圣言法师所著的一本书 佛母摩耶呢 那菩萨住胎的时候 他在胎里面住的时候呢 摩耶夫人呢 其实是能够显然这个大神迹的 有些很神奇的奇迹的 那无论是男女老友啊 一切被鬼迷惑啊 老乱上身的人呢 一见到夫人呢 就可以立刻回复正常了 那乃至一切病人啊 黄肿病 疯癫 皮肤病 肿瘤 啊 劇痛 只要夫人用手摩油 摩顶 只要拿到由夫人接触过的药草 樹葉呢 那通通都可以康復了 那从此之后呢 这个摩耶夫人就成为这个 这个加皮罗维国的吉祥物啦 那他广受一切的人民欢迎啦 那时光飞逝 摩耶夫人的坏人呢 就将近十个月啦 肚子越来越大 那善国大臣呢 就是摩耶夫人的一爸啦 那就依照这个印度的传统啦 那就派侍者去到正泛王的王国那里 那就要求大王呢 就批准这个摩耶夫人回去梁家山仔 因为当时的印度习族就是 一大套就是回梁家山仔啦 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那安住在这个南皮尼园那里 佛陀出世的地方啦 那就可以和自己的家人呢 共聚天倫啦 那当时正泛王呢 为了安排夫人回梁家山仔 那他就准备了这个最隆重的仪杖队啦 是比迪士尼的那些巡游车的 很厉害的 怎样呢 我都不相信 有二万只象啦 一万只马啦 种种的保密 庄严身体 一万的车 一万的保车 每辆车有四只马 那有二万个勇士 全部穿了海甲 在夫人后面前后左右 那有前后左右包围着一万架车 有一万个飞笨在里面 每辆车一个飞笨 而外围呢 除了内围还有外围 外围也有一万只象的 那又有一万个历史啦 那在暴行的时候 暴行历史也有一万 全部都是穿了海甲啊 拿着兵器啊 弄着这个龙头大鼓啊 交响乐啊 一路唱着一路送夫人去山仔的 那就是无量庄严 威猛无比 更劲过打仗 那根据这个圣言法师所述呢 善国大臣都是用了 相似啦 和差不多的阵容呢 来迎接自己的女的 那就很开心啦 她终于可以回到梁家了 那摩耶夫人回到梁家的期间呢 善国大臣的夫人 南皮尼 她的夫人的名叫南皮尼 就提议 可以在家庭来城 和驱离城之间呢 比较近这个驱离城的一个地方呢 就建一个大圆林 那这个就是太子出生的地方了 那这个圆林呢 他就可以 太子出了一世啦 那就可以一起在那里共聚天伦啊 在那里更加快乐啊 在那里玩啊 那之后善国大臣呢 就果然建了一个圆林出来 那就用了夫人那个名 那那个圆林呢 就叫做南皮尼圆了 因为夫人叫做南皮尼 那这个就是佛陀出生的地方 那春天很快就到了 那圆林里面呢 这个花草就显得異常茂盛 那阳光照耀之下呢 圆中的流水闪闪发光 那一切的花树啊 果树啊 随着这个微风的吹动呢 就好像和人在那里揮手一样 那夫人呢 那连同众多的宫女呢 就一起在宫中游布 那就走均整个圆林呢 由一棵树到另外一棵树 一直在那里走 那其中圆里面呢 有一棵树又特别庄严 特别漂亮的 叫做无忧树 那树上面 是上下对称 是布满了所有的枝叶 一半绿色 一半青色 这个翠子相辉 好像孔雀的羽毛一样 那么鲜明的 一样美丽的 那这棵树开的花呢 就这么为动人 各个闻到呢 都会伸起悦的感觉 那夫人呢 见到这棵树很开心 那一步一步 很安长呢 就走到这棵树下面了 那因为菩萨的威德力 又是菩萨的善根呢 那这棵树的树干呢 就很自然呢 那就垂下 那就在摩耶夫人的前面了 那摩耶夫人呢 就用右手 去按住这棵树 那他按住这棵树的时候呢 那他按住这棵树的时候呢 菩萨就在个胎里面 重座而起 那就在夫人的右蝎那里呢 就出来了 那就出了世了 那他出世了 那他出世会怎样呢 那就是大地又似着地震 那是吧 那当时大地呢 又震动了 那一切世界大江普照了 那一般的世人生仔呢 我都知道了 就是会经历十级痛楚的 那一级呢 大概说一下什么十级啦 一级呢 就是撞到瘀了 OK 大家平时撞到瘀了 那种痛 五级就是被火烧了 很痛 八级就是这个酵纹电击 那十级呢 就是被某种 拥有特殊毒素的水母 叫做双形水母 在澳洲住的 那他刺中了 那就是九成九会休克的 那种痛楚 那这个就是十级的痛 那而另外一个十级的痛呢 就是生仔了 那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母亲是很偉大的 那但是菩萨出世的时候呢 夫人是一点痛楚都没有的 反而呢 就很安静啊 欢喜啊 身受大快乐的 他没有痛楚不得只呢 还是身受大快乐的 他是感受到很大的喜悦的 那菩萨刚刚出世呢 其实就已经可以双脚立地了 他不用爬的 他就是立地了 不单止这样 他还可以说话 那他就说 我此身形从今日后不服更受 于武怯中不入胎我 他说我这个身形呢 从今日以后 这一日之后呢 我就不会再入任何的胎了 我就不会再出世了 此事我最末后身 我最后一期的生命 我当作佛 我一定会成佛 那菩萨呢 他说完这句呢 他还行的 四方各行七步 就是二十八步 那就用这个正语正言 不说大话 就说世间之中我为罪性 我从今日身分已尽 我从今日呢 就不会再去受身了 我就是最下一期生命 那当时在虚空中呢 就有两条水柱 那就是洗滴菩萨的金色之身 那天就不是下雨 就下这个花 就处处片本的 那所有的天人呢 都在那里奏乐 就不顾自鸣 那天上呢 就出现种种的 很微妙的音乐 在那里慶祝了 那佛教其实里面有很多表法的 那一件事其实 如是者般的去出现呢 他里面其实是有法的含义的 他不是就这样 变魔术神话故事 不是这样的 那其实佛台 所成就的法呢 他的果报呢 我们叫做一切世间 未曾有法 一切世间 其实都未曾这样出现过 他是不共世间的 因为他是超越世间的 他是佛来的 佛我们说是佛人 他是超越人的 那所以佛去表现出来的现象呢 都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是无量益劫的去收回来的一个效果 而且佛说一切为心做 如果你的心是不一样的 你的心是无量益的去分收 而去达到这个程度 那你出来的效果呢 就必然不会一样的 那这个何况是佛陀的最后一生的一个生命 那其实你仁天果啊 升文成啊 他们的出世 都有种种的碎相 那何况佛陀 那佛陀去走的路 还是最难的那条菩萨道 难行难行 难忍能忍 是要在生死之中不停地流转 流转流转流转 来到一切众生 那才可以做到的 那所以佛陀有这样的碎相去出现呢 我都觉得是不足为奇的 他不是偶然的 因为他是收回来的 那有时候你见到一些人呢 他是具备了某些功德的 譬如他有惭愧心 你见到一个人他有惭愧羞 那其实你大概都估到这个人呢 他将会有其他某几种功德在后面 这个就是表常 惭愧心 那之后你跟他相处 果然如此 有惭愧心的人 通常他是直心的 他不是很虚偽的一个人 他有直心 他觉察到自己的错误的能力 他有这份注意的 有一份智慧在里面 那乃至到他周边呢 因为他惭愧 会有很多善人 会有很多智者 去指示他方向 去教他怎么做 那相反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呢 他的表相是有过失的 例如他见到 对师长不礼貌的一个反应 那其实你又可能多多少少推论到 这个人 对师长可能已经 没有一个信 信的善根不够 或者是着了相 在哪方面有偏见 那你跟他相处 可能他是一个不受教诲的人 那你见到 原起法其实是一个弄一个的 因为他不会单独存在的 你见到一个烦恼的出现 其实他不是一个烦恼来的 他是一群 一群整个集团的出现 那所以 那这些这样的相 你就可以见到 表相后面 其实是有一群东西 而形成了他的存在 那我们有这些这样的遂相 就代表 佛陀有这些这样的遂相 就代表是准备成佛的 那如果你是能够成佛的 那你就应该一定会有这些这样的遂相 所以是三十以上 八十种好 是一个因果 如果你去成佛 你一定会具备这些相 如果你有这些相 就是 你很可能就会成佛了 那但是呢 我们也不可能很武断 一个人百分之一百 他有这个相 就一定是这样的人了 因为你无法知道他的背景 有时 你连你自己是谁 你自己是一个 怎样的人 你都不会 不会知道 因为你一直在变着 我们通常 不会把一个人 我们说概念化 你在我面前 很醒 醒过一次 我就会记住你 我知道你醒过一次 但是我不会把标签 说这个人永远都是 这么醒的 那在我心中 你就变成永远醒的形象 这个是不可能的 就好像往昔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叫 驱留孙佛 他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人 烦恼极重 在佛面前 破口大骂 在那儿骂佛 但是呢 有谁知道 这位仁兄 其实 他已经是不退菩萨呢 他菩萨善根 在一个心里面 竟然是正到 不退转的 是不会再退下来了 那位菩萨善根 是没有人看到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 我们不可以 武断地去看一个人 你上个星期 看到的他 在你旁边的他 都不是现在这个他 所以 和现在这个他 可能已经是另外一个人 他的善根 他做过什么 你不知道 那你当时 你了解的他 只不过是一些 可能过期的资料 所以你可能 很大 很大机会 你会跌破眼镜 那有谁会猜到 一个失明的人 一个看不到东西的人 阿拉律专者 会一下子 变成天眼第一 有谁会猜到 连一句 也背不到的 周利贫陀奇专者 可以掃地 掃成一个阿罗汉呢 一个我们现在 可能大部分真人 收很久都收不到的 但是一个 一句 都背不到的周利贫陀奇 可以掃地 抹地 抹野 掃到变阿罗汉 那所以 佛陀就说 你未具足一个圆满的知见 你就不可以 很武断地去 去论断这个人 是什么人 不可以去测读这个人 因为你 不可以 没有办法 完全地知道 他的背景 只有佛才可以 如果你 很胡乱地去测读一个人 那别人的大功德 你见不到 你只是看着别人的小过失 别人的小过失 别人的小过失 充失了你的心 那别人的不圆满 令到你 常常在诽谤别人 但是别人做了很多好事 你又不知道 那最终吃虧的 终会是自己 OK OK 那 那 呢 那 那 这里我想休息五分钟 可以吗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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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夫人生了太子之後 太子很快出生的消息 就傳到大王那裏 夫人也告別了這個驅離城 連同太子一起去回宮 而當時有一位證了五神通 五神通的一位先人 叫做阿斯陀仙 他就在綠玉天 在天那裏生活 在綠玉天裏面 即是33天那裏住 他就突然之間見到 所有的天人都非常之 歡喜踴躍很開心 不能自勝自己控制不到自己 開心到失控 揚聲呼叫在那裏喊 他就很好奇 在那裏問那些天人 究竟什麽大事令到你們這麽歡喜 那天人就說 阿斯陀仙朋友 你沒聽說過在閻佈體 現在這個地方 在北方雪山之下 有釋家族住城中 有釋家族在城裏面 有個城叫做加皮羅 加皮羅圍 城中有個王叫做靜泛王 生一個兒子 極大端正 身真金色 整個身都是金色的 三十以上八十種好 這位菩薩呢 決定會成佛轉法輪 說法的時候 一切眾生的病虎 新老病死 所有的憂愁 都可以因爲說法而解脫 阿斯陀仙呢 因為阿斯陀仙是一個人 他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他就對這個菩薩生起一個很尊重的心 和馬上有很大的信心 因爲他跟所有的天人 他都見到所有的天人 這麼踴躍歡喜 一定是一個聖人出來 那他就馬上由這個套利天 引申 下回來這個印度的阿斯陀山 阿斯陀仙是一座山 叫做阿斯陀山 那他的使者呢 那羅陀呢 又在空間轉移 識神通的 那他就去到這個加皮羅圍城附近那裏 那其實通常呢 先人他是入宮的時候 他是飛入宮的 因爲他有神通 他懂得飛 那大家都見到他飛入宮 很厲害 那但是今天呢 他要見這個是天人大師 見佛陀 那所以他為了尊重呢 雖然先人其實已經很老了 一百年多了 就快死了 那但是他都選擇暴行入宮 就這樣走過去 走入宮中的 那這個時候呢 那加皮羅圍的人民呢 其實就在一個鬧市那裏 好吵好吵 那但是還見到先人呢 走路進去這個入宮呢 宮門那裏他都很驚訝 大王 爲什麽這個先人會走入來的呢 往式先人都是飛入來的 沒有可能的嘛 爲什麽呢 那他就為了知道原因呢 那所有人就跟著先人 這樣去到這個城門 那所以先人呢 他就跟這個城門的守衛講 他說要見大王 那大王聽到先人的來臨 就非常之敬仰啊 歡喜啊 那批准了之後 就入宮了 那靖泛王呢 好遙遠的見到先人呢 就立即從座而起 在這裏起身 迎接先人 那把先人安坐 在這個寶座上面 那先人坐下了 那大王就鼎勵先人 就是很恭敬的 大王對這個先人的這個印象是非常之好的 那他就 我今鼎勵 鼎勵 鼎勵尊者 那先人就說 為怨大王 常得安樂 那大王呢 就問先人 其實你爲什麽來探訪啊 你是不是 缺衫啊 缺食啊 或者有其他需要啊 那先人呢 他就很坦白地跟大王說 大王今天我來呢 無所佛少 我沒有東西缺 什麽都不需要 不是為了衣食 而我今天呢 那麽遠走過來呢 就是為了見大王的太子的 大王慈悲 希望我能夠可以看一下大王 所生的這個 殊聖的一個童子 究竟是什麽樣的 那大王呢 就說了 童子呢 現在就在這裏休息著 希望尊者呢 可以留下 等他可以起床 那就可以見到他了 那阿斯陀仙呢 他聽到大王這樣說呢 就告訴大王 大王不要說這個童子呢 在這裏睡覺 童子久遠以來呢 很久呢 已經斷了這個睡眠的了 他不需要睡覺的了 童子其實是就夜在這裏 收這個 閒定啊 在這裏安樂利益眾生的 那大王聽到 先人這樣的教誨呢 就立刻命令 所有人去打掃 佈置 莊賢自己的宮殿啦 莊賢自己的宮殿 還叫了很多 釋家族的大臣啊 眷屬啊 去圍繞 去親近先人 那這個時候呢 摩耶夫人呢 她就抱住太子 那他企圖呢 就是很尊敬太子嘛 所有人 那他就把太子的頭呢 就放落 先人那個腳那裏 那裏了 因為印度的最高禮儀呢 就是用頭頂禮 尊者的腳 那就是最高的一個禮拜這樣 那但是呢 因為太子的威得力很強 那他一擺下去的時候呢 那身體就自然回轉 那就是腳對著先人 那連續三次都是一樣 那就是這樣 那就是這樣 轉來轉去 那先人呢 他就在那裏觀察太子 那就是第一次呢 他就見到菩薩這個金色之身 巨足莊嚴 端正可愛 那頭就好像一個寶蓋 那樣有個玉計在上面 那臂又直啦 又圓啦 那之後呢 那比例也是很正等的 就是很莊嚴的 一個小孩很可愛 那先人呢 他就跟大王說了 大王 請你不要將太子的頭呢 回向給我 太子的頭不應該 適合鼎禮我足的 我應該鼎禮太子的足的 一個堂堂的那樣的先人 都這樣說 那先人呢 立刻就用印度最高的禮儀呢 整理衣服啦 偏頑右肩啦 右膝著地 將太子呢 就安在自己的頭上呢 就表示尊敬的 那之後就坐在座那裏 那之後他就放太子 在自己的大腿那裏呢 就慢慢去觀察太子的 那隨後呢 大王就將種種的寶物 就布施給先人 先人 先人受到大王的供養之後呢 就立即將這些寶物呢 供養太子的 那就證明了這個先人 其實是當摩之重視太子的 那大王對先人的態度呢 其實就十分之不解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一位大德 會對我們太子這麼尊重呢 先人就告訴大王 在三十三天上面呢 所有的天人 看到太子都歡喜踴躍的情況 還預言 這個一定會成佛的 因為他具足三十以上八十種好 未來呢 就會成就這個無相正等正覺 利益一切眾生 那太子的長大 他一定會出家的 那大王聽到這裏呢 就很優秀了 因為他其實 是準備了把皇位給太子的嘛 他這麼難得才有個兒子 竟然出家 那因為大王呢 實在不希望他真是社家 那沒有人承繼自己的皇位 那大王就問先人了 有什麼方法呢 才可以令到太子不出家呢 那先人就問大王 大王為什麼你不可以 給太子出家呢 那大王呢 就說了 因為全國的婆羅門呢 這個尖上司啊 都說這個太子會成為 轉輪聖皇 會成為下一位皇 那所以呢 我就不希望太子出家了 那先人又說了 大王你要知道 全國的婆羅門呢 都是大妄語 都是說謊的而已 那因為太子的相貌 不是轉輪聖皇的相貌來的 轉輪聖皇是沒有八十種好的 只有三十以上的而已 那他是更加微細的 那如果一個人有八十種好呢 那他就一定可以成就無相的菩提 利益一切眾生 那先人即時呢 就向大王指出八十種好的好相 用禪定去思維 得知太子呢 三十五歲必成正國 三十五歲就一定可以成佛了 那講到這裏呢 就知道自己沒有辦法聽到佛陀的教誨 先人知道自己沒有辦法再捱多三十五年 那就沒有了大增補了 立刻就痛哭流體 體淚悲哭 哭到自己都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那大王見到先人這麼激動呢 連自己都哭了一份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 那知道摩爺夫人 一切的大神 眷屬 宮中 大大小小 所有呢 都避受感染 一個人哭 你會避受感染的嘛 所有人呢 都哭成女人了 但是都不知道為什麼 那大王就問先人 太子 是不是有些什麼 太子是不是有些什麼 不祥的災難啊 所有人見到太子都皆大歡喜 唯獨得尊者 見到太子是替淚悲哭呢 為什麼痛哭流體呢 那先人就跟大王說 他說 大王 今天我們所見到的太子呢 就好像幽痰花那樣 是無量無邊 億千萬年呢 才是小時間的出現的 諸佛也是一樣 過無量億劫 去收很久呢 去出現於世是極難得的 那太子他一定會 成就無相正等正覺 決定會轉法輪 那我自己呢 就悔恨傷心 見不到太子成佛的光彩 我一生兇過 一生兇過 修恨那麼多 失去大利益時 我沒多久呢 也都會離開人世了 因為他自己都算到的嘛 他有善定 那所以見到太子呢 一方面歡喜啦 但一方面又憂傷的 那大王你就不用擔心啦 太子沒有任何不吉祥 大王你善得人生啦 你做人做到這樣 真是非常之好啦 你今後一定是大獲 福德啦 法利啦 財的利益啦 所有的好處都在你那裡啦 那其實阿斯陀仙呢 他那個求道啊 求這個佛法的心呢 是非常之強的 我們可以看到 無奈就是差了一點 幾十年 三十五年 沒辦法聽到佛法 雖然他見到菩薩的金色之身 他見到乃至接觸到 摸到太子的身體 但是 都不會比我們好 因為他沒有佛法嘛 因為當時印度是完全沒有任何佛法的 只有外道思想的 那你修恨頂多就好像先人那樣 有五神通 但是有神通又如何 你識非都是一樣要輪迴的 都未超越新老病死的 先人就是明白到這一點 所以才這麼傷心 還有佛陀 他見不到佛都沒有那麼傷心 主要是佛陀在他面前 就是這樣錯失了這個機會 所以其實我們是比先人幸福很多的 我們起碼有法 佛陀留下了一條可以解脫輪迴的一條方法 給我們 就如先人所說 是千萬億劫難遭遇的 但是 現在就很多人 其實是修恨法 修法 是為了求神通 而不是為了求解脫 有神通 有神通 才可以吸引到他的注意力 因為你沒有神通 對他來說是不太好的 因為有解脫都沒有用 其實先人那種求道的方法才是對的 神通不是不好 不過神通是不究竟的 今世有 下世就沒有了 下世就要再修了 除非你是菩薩的神通 已經開了五個神通 又有什麼意義呢 其實解脫就最好 因為一正 就永遠正到的 一解脫 就永遠可以解脫的 那如果大家是為了神通而學佛的話 佛陀放下光 那你就相信了 佛陀說有四體十二元 八正道 你通通都相信 為什麼 因為佛陀放光 是真的 因為佛陀放光 那如果有朝一日 一個外道修行人 那一邊放光 一邊教你做壞事 那他說沒有四體十二元 八正道 那你的心就立刻會動搖 因為當初你是因為放光 所以才相信的 那所以我們要搞清楚 我們究竟信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是信放光 還是信裡面那一份智慧呢 因為佛法它不是一味的 去策例自己的信 它那種信其實是 包含著智慧在裡面 佛話世間苦 你要去見 你要去自己知道自己見到 才是你自己的佛法 佛話苦你見不見 佛話有慾望會苦 你知不知 你知道你見的話 那你就沒有這份智慧 你就要相信 所以佛教在講的就是 這一份這樣的覺醒 去覺悟到世間的真實 才是我們真正要相信的東西 因為神通 那些放光 都是因如磨合而生 就好像 如果放光在那裡飛 就好像一個營火蟲一樣 都沒有什麼的 所以你可以觀賞到 最重要的就是 那份你有煩惱的時候 你可以解脫到那個煩惱 應該親恨的時候 你不親恨 應該貪欲的時候 你不貪欲 你可以持戒 修正 修智慧 這個就是最核心的價值 佛法 那再講 自從太子出生以後的七日 出生之後的七日 摩耶夫人 因為得不到太子 住胎時候的快樂 那個威得力 加持力 她沒有了 一日就瘦過一日 很快就往生了 去到這個套離天宮 新天 死了 往生了 摩耶夫人 而靜泛王 就安排了這個 摩耶夫人的妹妹 就是太子的兒母 摩科波瑟波堤 來養育太子 自從太子出生以來 靜泛王家裡的財物 金銀珍寶 其實就是日日在增長 靜泛王所有的怨敵 所有的冤家 自然對這個王 自然對靜泛王身的平等心 漸漸由這個平等心 乃至和好的 和大王同怨同行 這個國家就封條與順 國泰民安 遠離一齊災難 國內的人民 互相尊重 效仰父母 恭敬思長 一切的人民 都生活得很安樂 就好像天堂一樣 沒有任何差別 這些就是因為太子出生的緣故 所有人就得到這個大利益 佛教又說 貧賤中陰身 不身負貴家 大家知道什麼叫中陰身嗎 有沒有人不知道 我看你的表情 雖然你不舉手 不過應該很多人知道 中陰身 就是你一期生命已經結束了 你未去到另一期生命 你就在中間飄來飄去 那個就是中陰身 你未入胎的時候 那個身就是中陰身 這個是藏傳佛教的東西 但是這個也是很合邏輯的 佛教又說 貧賤中陰身 不身負貴家 如果你那個中陰身是沒有福的 是一個貧賤的中陰身 他不會在一個富貴家 在一個有錢人家出生的 如果這個貧賤中陰身 身負貴家呢 那就是代表什麼呢 就是代表富貴家即將衰敗 因為因緣無合 那因為福布 它是相應貧賤的 你的福布 你的貧賤中陰身 是相應貧賤的 你伸到富貴家呢 都不會一樣給你富貴的 雖然別人有富貴 你都會一樣貧賤下去的 那所以 有人說 兒子 陀水家 那其實 不只是關我兒子的 你都有份的 這個是共業來的 那我們又說 相反 富貴中陰身呢 不身貧賤家 如果富貴中陰身 身貧賤家 那就是代表 貧賤家即將富有起來了 那這個就是菩薩本身 他是一個具足福布的人 他身到帝王家 其實不單止他的家庭可以增長福布 他的母親可以升天 乃至到整個國家的人民 處處安樂 國泰文安 風條與順 那所以菩薩呢 菩薩呢 這兩個字呢 是被稱為大人的 他有大的影響力的人 偉大的人 福布最高的 他不只是影響一個家 他簡直可以影響整個國家 整條村 正確來說 菩薩就是影響整個地球的 大致到現在佛法仍是影響著我們的 那太子話這麼快呢 就已經八歲了 大王呢 就安排了種種國內裡面 最厲害的老師呢 來教育太子 那其中太子呢 就第一位老師呢 就叫做皮車婆 皮奇婆 密多羅 他已經通達了當時印度裡面所有的經論 所有世間的種種的技藝 他都知道的 那太子呢 就在學堂 連同五百位同學 很多同學 一起學習的 那雖然太子 其實基本上呢 因為縮小的姻緣 他的智慧很高 那他一立那些經典 就已經認識了 那他已經認識了 所有的經典 論 論語 那太子呢 也是跟隨著大眾 隨眾 一起去練ABC 在那裏讀那些字母 那樣去唱頌 那當時呢 大王又聘請了另外一位 一邊是教文 另外一邊是教武 就是通達一切兵法 射擊 武術 的一個大師來教太子的 他的名字叫隱天 那太子就不肯學 那就只是說 我已經認識了 那隱天呢 就教太子 關於其他天文地理 祭技 占卜 咒術 古代先人 的一些思想 語文學 等等的科目 那太子基本上 就沒有PE堂的 那上學呢 就上了差不多四年 的時間 那釋家族的 所有的神童 呢 為什麼稱它為神童呢 在四年裏面 已經是學了 這兩位印度最top的老師 教的所有東西 所有東西 那有些人學東西 其實是學得特別快 那其實是 不是今世學的 他是前世已經認識了 那他今世就是recall的 那太子就漸漸長大 已經十二歲了 那有一次呢 大王就連同太子 和眾多的釋家族的小朋友 那就去到外面遊玩 那去看看那些農民種田 那太子呢 就在隻馬上面 就很清楚地見到這個農民 在那裡耕種的情況 因為天時熱 烈日當空 那那些農民呢 個個就上身赤裸地去工作 那身體又黑又瘦 那流汗就流到全身都濕了 農民就拉打那些耕田的牛 因為那些牛呢 就很累 很苦 那又走得比較慢 那農民呢 就用邊去邊打它 那邊打它的時候呢 又拉了它的頸 那枯著它 割開了一些肉 那就不停地流血在地下那裡 那而那隻牛 尖開了的泥呢 就有些蟲在那裡出來 那些小鳥呢 就見到那些蟲呢 那就飛下來吃它們了 那太子見到這個 那麽深刻的場面 他就好像看到自己的親人 在那裡被人行刑一樣 他有那麽大的慈悲心 即時呢 他就去到一棵樹下面 家父兒座 單盤 或者雙盤 那便打坐了 盤起雙腳來 那便在那裡坐 那這個時候呢 太子用這個最真實的心去思維 眾生啊 有種種的苦難啊 又會生老病死啊 真是苦難 那太子呢 就用這個很慈悲的心呢 令我心安定下來 放下肉界一切不善的念頭 立即呢 就超越肉界 正得初蟬 得到初蟬 這個是第一次太子修行 去成就這個初蟬 那太子覺不到 原來自己呢 都還未能夠超越這些苦難的 未免有生老病死苦 其實太子很小的時候呢 他不用遊四門 他已經知道自己有這些苦 有生老病死苦 那太子當時呢 十二歲 正到初蟬 那什麼叫初蟬呢 那如果太子起個念頭 眾生苦啊 那就入到初蟬 那我們可不可以入到初蟬呢 我們真是 可能收很久都入不到的 因為是講很多很多條件 才可以眾元和合 得到一個初蟬 講初蟬的境界呢 我們先要講 什麼叫三界 剛才所講 那在宇著裡面 所有所有的眾生 可以分成三種的 就稱之為三界 那他們裡面 越有智慧 欲望越少的呢 層次就越高 那層次最低呢 就叫做欲界 那就是畜生啊 昆蟲啊 鬼啊 地獄的畜生 地獄的眾生啊 人啊 乃至六獄天的天人 阿修羅 這些就是欲界的眾生 有情慾的 會恨飲的 會這樣就會是欲界 那再高一點呢 就是色界 有形式物質身體 但是在這裡裡面 所有的天人呢 他們分別就是初蟬天 二蟬天 三蟬天 四蟬天 那這些眾生 是不需要恨淫 而去出生的 那他們快樂的程度呢 微細 和更加清淨 比起我們娑婆世界 肉界的眾生 那要離開肉界呢 才可以去到色界的 那要離開色界呢 才可以去到無色界 那無色界的眾生呢 是沒有任何物質身體的 就好像一道光那樣存在的 那境界和快樂呢 就是再微細 再清淨一點 那他們分別是 這些聽過名就算了 空無邊處天 色無邊處天 無所有處天 和非常非常處天 那但是他們都未解脫的 因為這裏所有的眾生呢 都是會輪迴 都是會 因為三界無安 就好像一個火閘那樣 那樣 一間酒店著了火 下層 中層 上層 全部都有危險的 雖然自己可能在最下層 肉界 但是你都不會想著 趁火警的時候 走上去總統套房 看看有什麼看的嘛 那當然走得就走了 那除了你是消防員 有能力救火 才可以好像大菩薩那樣 那說回初禪 那這種境界呢 其實就好像 不是好像世尊 起個念頭就可以修成 它是透過無數的訓練 打坐 定力的增強 專注力呢 去到一個層次了 旁復了肉界的所有的煩惱 那些你自然不起了 那初禪的定徑呢 才會出現 那有一個人我認識的 就是他收了三十年了 那每日 沒有停過打坐 每日可能四十五分鐘 一個在家人來的 那他才可以去到二禪 那但是 當你去到四禪的時候呢 是多麼難呢 但如果你去到四禪呢 他其實就是一個人類 可以提升到 佛經所言人類提升到一個 最高的 專注力的一個點那裏 就是說你去到四禪呢 你很多很多智慧呢 佛法的功德呢 就可以在那裏生產出來 因為你那個專注力 可以去到最高的 一般人沒有辦法思維到的東西呢 你在四禪可以思維到啦 一般人沒有辦法 見到的智慧呢 你可以見到啦 乃至到 在虎裏面見到解脫的 這個就是 禪定的功用 那太子轉眼間呢 就已經十九歲了 那大王呢 為了令太子 吳起這個出家的念頭 他為太子呢 就起了這個 四時宮殿 分別是春夏秋冬呢 都是非常之舒適的 你冬暖夏糧不寒不熱 太子的衣食住行呢 樣樣都是最豪華的 還有很多宮女 天天陪著太子 娛樂啊 嬉戲啊 那大王就希望太子 可以沉醉在這個 五獄之中啦 那就永遠都不出家了 那大王呢 還想為太子娶老婆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派了一個 派了一個國師 到這個 派了大王的國師 派了去這個 摩康纳摩大臣的那裡 那裡 那他就是 耶穌陀羅的爸爸 那他就說 他就問准 這個耶穌陀羅 可不可以許配給太子啊 那樣樣 那但是呢 摩康纳摩他就說 識家族的傳統 代代相傳 有技能的人呢 我女兒呢 才可以將他許配給太子的 那現在太子 每天在宮裏面長大 每天在娛樂嬉戲 又不學習知識 又說什麼都認識 又沒有技能 那我怎麼可以將我女兒 配給一個沒有技藝的人呢 那他就這樣去質疑太子 那大王呢 為了這件事 當然是非常之煩惱啦 那他實在就不知道太子有沒有技能的 他還天天用忤辱的去分驗太子 那他斷古太子又怎麼會有可能 有什麼技能勝過其他人呢 那太子就見到大王這麼煩惱啦 那又問他又不肯說啊 怕傷太子自尊心啊 那太子呢 於是就問大王了 大王 啊 城裡面呢 有沒有人可能跟我比試比試一下我的技藝呢 那太子自己自動提出來的 那大王聽到這樣呢 就非常之開心啦 立即就安排了一場 與五百個色家族年輕壯男 比文比武的一個大會啦 啊 啊 那呢 看一下先 比文比武的一個大會啦 那摩可蘭摩呢 同時就宣佈 哪個如果是有最殊性的技能呢 那就會將他的女兒呢 去配給這個勝出者啦 那當時呢 眾多色家族呢 乃至到 不是這個聖士 其他聖士的人民呢 無量無邊呢 都在那裡 嗯 看一下這個 釋家童子裡面哪個技能最厲害 在那裡吃花生啦 那之後呢 就有人提議呢 就叫這個 皮車密多羅 就是之前 太子的老師啦 還有這個 皮車密多羅做這個評判啦 皮車密多羅是文學的評判 那皮車密多羅就說啦 啊 太子在文學方面呢 他已經知道是最殊性的了 已經不用比了 你和我都沒有辦法比得上 應該試一下鬥數學 那當時呢 眾中就有一位 國內裡面最厲害的 算數師 計數最厲害的 印度其實計數很厲害的 他們有自己一套算數方法 那一切的算數呢 最為第一 就是這位算數大師 全國第一的 那他就叫做安瑞拿 那大眾裡面呢 第一輪比賽呢 就找了安瑞拿大師呢 來做評判啦 因為他知道文學最厲害 那就鬥數學啦 那一開始呢 太子就請了一位 適家總的對手 為他出題 一位而已 那當然難不到太子啦 之後就同時兩位出題 但都難不到太子 三位對手 十位 二十位 三十位 一百人 出題 二百人 三百人 都難不到太子 最後所有人 五百人一起出題 都難不到太子 太子都依然 心算 算到出來 乃至到太子出題 給五百位對手 都是沒有一個 算到出來的 所以他贏了 那這個時候呢 安瑞拿大師呢 就極為驚訝啦 內心同時又非常之歡喜啦 那他就讚嘆太子啦 那自己上了場 那要跟太子比高下 那其實呢 就是安瑞拿想炒太子的而已 那他就問太子 懂不懂一億以上的倍數 那太子就很完善地去答 所有一億以上的倍數 應該怎麼去計 那安瑞拿大師又問 那細如微塵的數又如何啊 那太子就回答了 凡七粒微塵呢 就是一粒窗塵 七粒窗塵就是一個套塵 七個窗塵 七個套塵呢 一個羊塵 七個羊塵就是一個牛塵 七個牛塵就是一個基 基就是那些塞的蛋 那七個基呢 就是一隻塞 七隻塞呢 就是一粒芥菜的種子 又叫做戒指 那七粒芥子呢 就是唯一大物 七個大物呢 就成為一隻手指 那七隻手指呢 唯一尺 七兩尺呢 就成一簪 兩簪就成一弓 五弓就成一象 二十象唯一色 八十色呢 就是一個驅勞車 那八個驅勞車呢 就名為一游巡 那就是三百八十四里三千一百步 那太子就由微塵那裏 去計到一游巡 究竟有幾多 那太子之後呢 就問大眾了 問所有人了 有沒有人知道一游巡裏面 有幾多粒微塵呢 那當時這個時候呢 安瑞拉大師呢 他就說了 我就這樣聽太子你去分析啊 我都很難跟啊 還有些空悶啊 何況其他人 希望太子快些 將這個數說出來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太子的腦 究竟是可以有幾多容量 去計這些這樣的數 那太子就說了 一個阿初婆 阿初婆 就是一千兆 一千兆再乘以 一個那由他 一千兆 一個那由他 就是十幾六十次方 那太子就說 一千兆乘十幾六十次方 再乘以二十億個 十幾六十次方 再加十萬 再乘六十億八千 再乘三十二億 乘五十萬 再乘十萬 如是的總數微塵呢 就可以堆積一游巡了 但是呢 不要忘記太子是用心算來去算的 當時印度是沒有計算機的 那就算是現在的電腦呢 都沒有辦法計算到現在這個數 超級電腦都不行 太多零了 你不要用多少張A4指去寫零 就算用多少卷次子都寫不到了 那些一卷那些 都寫不到多少個零 那大家就甘拜下風 很多很多人呢 將身上的嬰樂 所有東西呢 就奉獻給太子了 那大家就讚嘆太子 一切算數 無與倫比 最勝最上 那接下來呢 給什麼呢 給射箭 那評判呢 就叫做 婆 婆 提婆 那比賽的準則呢 就是這個 準不準呢 力度大小 射程 還有射不射得中 還有他的大聲 那個力度 是怎樣 而去計分的 那這個時候呢 就第一個射箭的 叫做阿蘭陀 阿蘭陀的射程呢 是可以去到兩個驅路車的 那就大約是二千米的距離 就是你很難想像一個人可以射程 射二千米的 那也是能夠射中那個 用鐵來做的圓形標靶的 那提婆達多 就可以射一倍的距離 是四個驅路車的 四千米 那而蘭陀呢 就更遠 可以去到六個驅路車 又中靶的 那如果按照現在這樣去說呢 就真的超越了 見歷史所有的世界紀錄的了 是不可能的 六千米 你怎樣射 就好像現在那些現代 那些子彈 那些追擊手 那樣射出去六千米 很難很難想像 那之後呢 有一位叫摩康纜摩的大神 就是阿耶穌陀拉伯 又玩馬訓 那他竟然呢 可以射出八個驅路車的 八千米 那之後呢 就到太子拉弓了 那太子一拉這把弓呢 那把弓就爛了 斷開兩角 那之後太子就問想要一把更好的弓 那大王就說了 有一把弓呢 就是你的祖父 獅子甲王呢 他現在就 因為有一把弓是屬於他的 那把弓就現在供奉在天神寺裡面 那就用很多香花來供養的 去持放在那裡的 但是一切城內的人民呢 都試過了 曾經試過 張開這把弓呢 開都開不到的 何況用它來射 沒有可能的 那太子就說了 正好 大王快點命人去拿那把弓來吧 那弓呢 弓呢 就到了大眾之中 那所有人都觀看 確實很難拉到 所有人都拉不到 拉不開那把弓 那各個人呢 所有人看完之後呢 就給了太子 在太子手上 那太子呢 左手執弓 右手拉圓 那條圓去拉他 那當時呢 那把弓就發出巨響了 那整個家庭羅圍城的人民呢 都嚇了一跳 那把弓終於開了 那太子就張開了那把弓 用右手把箭拉到自己的空前 一射 直接穿過十個驅勞車的箭靶 穿過箭靶 一直去一直去 之後去到天邊 之後就消失在虛空之中 那簡直呢 就見都見不到這個落點的 那這支應該是一支短程導彈來的 他的射程是十公里以上的 那之後呢 就有種種的比賽 那太子他所有的科目呢 都是最上最勝最厲害的 那例如比劍啊 斬樹啊 跳遠啊 馬術啊 跳舞啊 也知道去掩衣啊 那些衣服啊 做珠寶啊 賭博都要賭的 那之後呢 摩康南和大臣呢 他見到太子所有技藝都在眾人之上 那他就向太子懺悔 之前輕事質疑他 那現在才知道 原來太子這麼優秀的 那希望太子可以接受他的女兒 耶穌陀羅為妃 那就是這樣 太子就贏了耶穌陀羅 那就娶了他為妻 那未來呢 就生了一個兒子 叫羅厚羅 那靜泛王呢 就在十年裡面 令太子聚足了 足足十年 一切的娛樂 五玉啊 所有東西 令太子是沒有任何缺少的 那這個時候太子有一位 天人的善知識 有一位好朋友 經常利益太子的 那他就叫做作平天子 那作平天子呢 他其實就用很多的方便呢 其實就是暗中 希望太子可以盡早出嫁的 組成佛道 那他就用了很多方法 那他用神力呢 那在太子旁邊就唱出很多佛法義理的歌 《無常故空無我》的歌聲 又唱出讚嘆元琳 花草果樹 雀鳥的歌詞 令到混在宮中的太子 混了十年的太子 就忽然間很想出去遊玩 那看看這個世界究竟是多麼美好的 那太子於是呢 叫馬夫車匹 那他準備了一輛馬車 那他就去城外遊玩了 那大王很聰明的嘛 那他就先和太子呢 清場 所有不乾淨的東西 所有黑衣 所有東西都叫做出來 那就用香水沙泥啊 清洗整條街啊 吩咐所有人呢 不可以讓太子見到老病死的這些現象 這些不吉利的現象 那太子呢 就由東門那裡呢 他出城玩了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在街那裡 就見到一個老人 那他的樣子呢 就奇巧無比啦 一般人見到可能都 心理不老的 需要的 那些牙爛了 頭髮縫亂啊 又白又稀疏 那樣樣 那他就皮包骨 夾夾夾夾 這樣擔著尖拐掌 連站都好像站不穩 因為太子十年之間呢 在皇宮只見慣那些漂亮的東西 只見到公女啊 只見到那些王子啊 那他突如其來 一個老人呢 那個衝擊就太大了 那他 連一個慈悲的太子呢 都可能真的打一個難陣的 那太子呢 他明知顧問 那他就問了馬虎了 這個是什麼人來的 為什麼他會 跟其他人不同的呢 他是一出生就變成這樣啊 還是不幸運變成這樣啊 還是出生了之後 變成這樣啊 那一向都是沒有什麼文化的馬虎呢 突然之間就很有智慧 那樣去回應太子哦 那他說 太子這個叫做老 日積年月漸漸老化 氣力啊 樣貌啊 一切都會喪失的 那家裡的眷屬啊 一切的醫藥呢 都無能為力去改變這件事的 那這個是世間的大虎啊 太子又問了 那是他會老而已 我們又會不會老呢 那馬虎就回答了 太子一切的眾生呢 都會老化的 連太子你本人呢 都會老的 一切的有生命的東西呢 都會無常變化老的 那太子當場呢 就脫了啦 沒了心機啦 那他就 起駕回宮 那連聖門都未出呢 就已經回到宮那裡休息了 那之後大王呢 就從馬虎的口那裡 就得知 太子心情不好啦 那又怕他出家 那所以 他沒有其他方法 唯有增加這個 五玉的娛樂 可以希望留得住太子 沒幾久呢 太子又想出城外 去觀賞一下 這個花草啊 樹木啊 所有的東西 那這次從上一次見到的東西呢 又見到些不同的東西 又見到些不應該見到的東西 那這次是見到一個病人 那太子明明呢 已經學了印度所有的醫方名啦 所有的醫術他都認識了 那他還明知顧問 那樣問馬虎 這個是什麼人 什麼叫病 那馬虎又回答啦 四大不調呢 那所以會病啦 助納不安啦 沒有胃口吃東西啦 所有人都會病 太子都一樣啦 那之後太子呢 又很不開心地去思維這個老病虎啦 那之後又回了宮啦 那隔了一陣呢 太子又再出宮玩啦 那在中途呢 就聽到遠遠距離 就傳了一陣一陣的哭聲 那走近些呢 原來有一個死人 躺在床上面 那些家人呢 就圍著那些屍體 要準備喪禮啦 那當時就有人在那裏 在那裏倒心口 在那裏哭啦 有人在那裏拍打自己的頭啦 有人那些頭髮散亂啦 那場面呢 就令到太子都有點心酸的 那問開就問啦 太子又問馬夫啦 馬夫這個究竟是什麼人呢 馬夫就答 這個是一個死屍 他的命根已經斷了啦 好像木頭石頭那樣 沒有什麼分別 他的神色呀 已經去了下世 永遠跟自己的親人分離 所有人都會死去 太子都不例外 太子之後又回宮啦 那太子今次回宮呢 又開始厭離一切五玉啦 那整天呢 就在宮中思維靜坐 開始打坐 那沒多久呢 太子又出宮玩啦 就是 出了很多次 那今次太子呢 就最後一次出宮啦 那他就見到一個出家人 他是剃除蘇法啦 好像乾頭啦 沒有蘇啦 很安長很直靜的 在那裏驚恨 那他就拿著一枝石像啦 地藏的菩薩那枝石像啦 那他就拿著一個拨 和穿著一件啡紅色的袈裟的 那太子呢 就被這位出家人的氣質啊 好深深地感染到 那他就問馬虎啦 啊 這個是什麼人啦 這個是出家人 那他對一切眾生有大慈悲心的 他會克制自己啦 遠離一切的惡恨啦 遠離一切的煩惱啦 憐憫眾生啦 他就修恨威儀 而行著助我呢 都是保持正念正知的 他沒有任何的敵人 因為他沒有任何的愛人 因為他保持這個平等的心 對一切人 那出家人呢 就依止山林而住 住在一個山那裏的 用克制呢 去維持生命的 那他們追求的一件事 只有一件事呢 就是解脫生老病死 這個這樣的境界啦 那太子聽到之後呢 就非常之歡喜啦 那太子就恭敬頂禮了 這個出家人三下 那就回宮啦 那回宮的途中呢 就有一位阿嬸啦 那就見到太子 那他就生起了一個玉臉 因為太子很英俊的 那因為印度當時的人呢 就很喜歡淫詩啊 念一些己仲的 那女人就說啦 沒有有此子樂 一個母親呢 有這個兒子呢 就很快樂啦 其父亦甚歡 他爸爸呢 也都是非常之歡喜的 女人有此誓 因為一個女人呢 有這樣的老公呢 落過於裂盆 就是被這個解脫生死還要快樂的 那他竟然說了這些話啦 那太子就前面那些沒有理道 太子呢 一聽到裂盆兩個字呢 那他簡直呢 他還開心過一般的世人 一個窮人 中了綠合彩一樣 好像撿到寶一樣 那太子呢 那太子呢 立即發誓 他說 我未來呢 一定會得到這種 無相裂盆的境界 太子其實他是一個 非常之有智慧的人 非常非常之有智慧 所謂聞一之萬 他聽到一件事 他可以知道一萬件事 他見到一件事 他可以明白到 背後一萬件事 他不是 只不過出宮四次 他就見到新老病死 一個出家人 他已經可以知道 世間必然會遇到的八種苦 必然會遇到的 而且所有的苦 都不離開這八種苦 他可以總括地去知道 那這八種苦大家都知道 分別就是求不得苦 愛別離苦 喜歡的東西得不到 愛別離 我喜歡的東西得到了 都會離開我 怨真會苦 不喜歡的就在旁邊 新老病死苦 這些都講過了 那苦呢 和五任次聖苦 這個就是佛陀獨有的一個智慧 恨苦 很微細的 他任何的一個起心動念 都是和這個煩惱相迎 這個五任次聖苦 那太子呢 他預見到自己 將會面臨這些苦 他不覺得沒有希望 他不會覺得沒有希望 而選擇去逃避 他還很積極地去放棄所有 我又榮華富貴 而起出家修行 而最後呢 是成功超越了一切苦 那太子他可以遇見自己 必然地去遇到八苦 那其實我們 又可不可以遇見自己的八苦呢 跑逝壓力的苦呢 和身邊的敵人 明真暗鬥的苦呢 這件事本身可能沒有那麼苦的 但是因為我們的心有煩惱 所以才會苦 那佛說處理了內心的問題呢 是很困難的 但是處理了外在的問題呢 是沒有可能的 所以問題在心那裏呢 我們呢 就要在心那裏解決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很清晰地去 了解自己心中的苦呢 我們就沒有可能在這個苦那裏 徹底解脫出來的 那譬如我和人們吵架 我不搭嘴又怎會吵架呢 我沒有親心又怎會衝動去搭嘴呢 我們說圓缺不生 油燈裏面如果沒有油的話 那火又怎會生起呢 那如果你了解到你當初 有什麼因緣 有什麼條件被人激怒的 那你看清楚就行了 你不需要去放下什麼 你只需要看清楚 你怎樣去執取這件事 那苦就自然會熄滅 那由頭到尾呢 都是這個心變幻出來的感覺 我們不去肯定這個感覺 那這個感覺就自然會消失 那說回佛陀傳 太子回宮之後呢 那見到正化王和一群的大臣 坐在墊裏面 他在做開會 那太子呢 就走到大王的身邊 合掌恭敬 那跟大王說 我希望你可以聆聽我這番說話 我要出家求解脫苦難的一個道路 那太子終於說了出口了 大王 十年之中 他在這裡栽培太子 不可以出家 不可以出家 那終於太子走到他身邊 說了這句話 希望可以出家 那太子又勸大王 大王 一切眾生呢 都有生離死別的 希望大王可以理解 大王其實用了29年 去阻止太子發生出街 動用國家所有的資源 去娛樂太子 又幫太子娶老婆 但是太子 益劫修行的業力福德呢 在裡面根本就起不到一點障礙作用 那大王最怕會發生的事呢 終於發生了 當時大王呢 整身震動 淚水如落淚 那原來阿斯堂先人說的是真的 所以婆羅門呢 說太子會成為 專輪姓王呢 是假的 那大王就說了 我是乖仔 我的太子 你現在不是出家的時候 乖仔如果你可以聽我說 你不可以大逆不道 你一定要聽我說 你不聽我說 就大逆不道了 那太子你一定要繼承王位 你要去到老年 老了你才適合出家 那太子就回答了 大王請你不要留戀一些 一定會離別的一個事 你也都不要障礙我出家發心 譬如一間火閘裡面 一間著了火的屋 有一個很年輕的一個人 身體力壯的 身臟力健的 那他絕對不會阻止到 去逃出這個火閘的 何況人命無常 我寧願忍耐少少離別之苦 而在我有限的時間呢 可以追求我的目標 那一眾大臣呢 就恩勤地阻止太子發心出家 那大王就繼續哭到收不到聲 太子就當然是很不開心 那唯有回到自己的房間那裏 很安靜地坐在那裏 那大王呢 於是呢 就加強全城的所有戒備 那他命令所有人呢 不想睡覺 無論如何呢 都不可以被太子偷走出皇宮 那大王呢 還命令人 將所有反光的寶物呢 安裝在皇宮的高牆上面 又點大火具 因為當時沒有電燈的嘛 那唯有用這些方法 令到這個宮殿 就稍為光慢些少 那些宮女呢 見到太子回宮了 那當然很踴躍啊 那樣去取悅太子啦 個個在太子身邊呢 就非常之妖味啊 那他迷惑太子 那這些姿態呢 就希望太子產生慾念 那但是太子呢 因為思維 一切世間苦事嘛 那只是想著得到解脫 那他對一切宮女的造作呢 根本就起不到任何的貪欲 甚至乎覺得有些討厭的感覺 那突然之間呢 有個宮女就把一個花圈呢 套在太子的頸上面 那太子聲音都不聲呢 就把這個花圈脫了出來 然後就丟在窗外了 那當時呢 這個太子 他大王就叫國師的兒子 邱陀兒 邱陀兒他是善於表達啊 善於辯論的 那他的頭腦很清晰的 那他就剛剛來了 打算勸道太子 不要出家 那他就見到太子丟花圈這一幕了 那邱陀兒呢 他就很善言有語的 他說 我用一個朋友的身份 去勸道太子 其實你應該要隨順這個世間的五肉啊 令到那些宮女開開心心啊 那才是一個善事來的嘛 那太子就說了 邱陀兒 我已經很清楚地明白 世間的五肉了 但是因為世間是無常敗壞 這個才是真理 這個才是可怕 你試想一下 如果我在這裏 我所認識的所有宮女 已經被她的老髮奪去了的美麗 那你眼望我眼 個個個在那裡很老這樣 那一點都不開心 又哪會有快樂呢 又哪會有人想好像這樣呢 那太子就和邱陀兒一路去聊天 直至到天黑 那太子又回宮 和那些宮女一起再歌再舞 直到休息睡覺 到了中夜 因為印度有分初夜、中夜和後夜 那中夜應該就是十二點過後 那靜居天呢 一些天上的天人 那他就下降在家庭來城呢 用大神力啊 神通力呢 令到所有人可以 好像捱過一個禮拜通宵那樣 身體沉寵 那個個呢 就紛紛入睡了 個個都很想睡覺了 直到大部分人分生的時候呢 太子忽然呢 就醒了 那他見到所有的宮女呢 就熟睡在地下 就好像屍體一樣 都沒有分別 那自己就好像處於一個墓地那樣 很多屍體在旁邊 那太子呢 他就忽然之間呢 他就見到 哇 那些宮女好像衣衫不整 又流口水 又被剃 又失禁 那些惡氣就放在那裡 那太子見到這樣呢 很清楚見到 原來宮女的真正樣貌是怎樣 處處不靜 又臭又胃又愚痴 愚痴 愚痴的人才會在這裡生起貪欲的心 因為他真正見到不靜 那作憑天子 這個太子的善知識 那他就跟太子講 他就現身 太子你現在可以逃出皇宮出家 今天一切的天人呢 都可以幫你出家 修行聖道 那太子呢 立刻他就穿上一雙布 那就回望回 看下睡著 在他床上的耶穌陀羅 他的妻子 那就說了 這裏是我最後受五欲的地方 從今以後呢 永遠我都不再受五欲的快樂 那他就講了兩次 這裏是我最後受五欲的地方 從今以後呢 我都不再受五欲了 那太子於是呢 就走到出門外 合掌向天 那他就即時啊 見到這個 所有的天人 在天那裏下來 那有這個東方的提頭摘天王 和他的墓下八千萬眾 還有南方的疲流勒叉天王 有八千萬眾 西方的疲流勒叉天王 還有北方的疲沙門天王 各個都有八千萬那些墓下 還有天龍百步 特意下凡呢 護送太子出街 最後還有我們天帝式 帝式天 色提盤恩 就是三十三天的天主 那住在家庭來城的正上方那裏守護 那太子即時呢 他就叫醒了馬夫 那叫他將馬王見跡帶出來 那馬夫呢 他就問太子了 現在又是很晚了 又不適合出去遊玩了 又沒有這個敵軍去逼近我們 那什麼原因 太子要去拿馬呢 那太子又是他的威德力 那他就說你照做就可以了 有這麼大的敵軍 在這裡你都不知道 所謂新路病死就是我最大的敵軍了 那車歷你不要違背我的意願 你立刻去把馬王帶出來 那馬夫就照做了 那馬王見跡呢 一見到太子呢 那立刻就好像非常之歡喜 就大名在那裡叫 那一切的天人呢 那一切的天人呢 就用神力在那裡把這個大名的聲 就塞了去 就沒有了 那沒有任何人聽到 那太子也都很高興地這樣 用右手摸摸摸這個 這個見蹟的背脊那裡 那他就說了 黃色打仗鬥戰的時候呢 你為父皇取得勝利 今天呢 你要幫我求解脫道 我是為了一切的眾生 一切的大利益事而去出家修行的 你一定要用盡你所有的力量 一直這樣跑 我們會走很遠的路 你千萬不要停地 去這樣跟這馬說 那太子呢 就跟車歷就出到城外了 那他回身就發言了 我寧願跳崖自殺 吃毒藥乃至到餓死命中 我一日未開午呢 能夠盜脫一切眾生的生路病死呢 我永遠都不會再入家庭內成 那一切天人呢 聽到這個誓願 就皆大歡喜了 他就說 從今以後呢 這裡就一定會出現這個佛陀 大醫王大藥王 去滅一切眾生煩惱之毒 那太子和馬夫就一直這樣跑 沒有喘息 也都沒有任何的聲音 那城裡面的萬象呢 就顯然得很直整 唯有太子和馬王的心呢 就非常之銳利 奔馳如流星一般 那天尾光呢 已經走了 成百幾公里了 那漸漸就去到一個虎杏林 那就叫做 拔騎婆仙人居住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的時間呢 都已經過了 過了超時很多了 那就講到這裡了 那大家欲知後事回何呢 現在就請學校會分解 阿彌陀佛 那我去迴向好嗎 OK 我到一句大家唸一句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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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佳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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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 謝謝大家